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第一个没跟着Peter一转 大家来看一下市场上 有机会成为下一个Boggy 有哪些项目啊 马上开始吧 首先请大家来我的推特 大家推特重要的 推特之后是Discord Discord之外是YouTube YouTube的更运气 不是财务分析 不是财务介义 做这些研究 空找风险 我们带来看一下 最早Boggy 我什么时候跟他讲 最早Boggy有在 跟大家讲 那个时候还没发售啊 那发售之后 其实我在5月26号 跟大家说 在这个0.345左右 那时候AI月娘 跟Boggy大佬少了多少 这一篇 我特别跟大家讲 如果大家来到 9分多钟的时候 你可以听到 我在这地方跟大家讲 Boggy后面的时候 我特别跟大家强调说 其实我在阿发顾里面 听到无聊猴大佬 知道说大佬在里面少 你看这个时候 Boggy其实他17%而已 他这个本身 他除了这边 你看无聊猴D之外 他其实后面的大佬 还没有完全进来 你看这个变种猴 跟无聊猴还是比较少 如果你看我刚才 那个video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已经将近到 将近快30%之外 那他除了无聊猴D之外 那他有好多好多变种猴 跟无聊猴大佬 真的就是大佬 直接进来 那我那天跟那video 在那边讲的时候 我特别跟大家讲 几个后面的大佬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常跟大家讲 如果你看筹码面的时候 有时候你就看后面的community 是哪些community 在support他们的 那这个比如说 这就是这个metall metall其实他是这个cybercon大佬 然后你看这个ftpress 他之前跟大家讲 ftpress他之前已经买非常多了 有一些大佬 真的在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太多 有时候你线上出去 大家看久之后 你就知道说 线上出去到底要怎么看 或是有些线上出去 我这边跟大家讲 大家如果听得懂的话 你们自己也可以去找 那我不是跟大家讲说如何 我跟大家分享是一些 有办法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或者是大家在不同的alpha group 你也可以听到别人分享的内容 你就知道说 其实后面有些商务会不会涨 其实并不是我们说的算 有些人他们真的要做的时候 要帮他炒的时候 帮他这个做起来 大家来看一下 bogey是怎么样的涨法 bogey我们这边跟大家讲的时候 其实出来还没多久 5月26号 那5月26号其实 你看他其实刚出来metall的时候 不尽人意 他命的时候是0.06 0.06命出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是0.09 没什么仗 但其实他这边盘了一阵子 我们在5月2526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大概知道 有一些大佬在扫 特别是五寥猴的大佬 我跟大家讲 说5月26的时候 差不多是0.36 到27到0.05左右 大家又回了 这个大家又回 回到这个地方 其实他大概花了多久时间 你看他出来 5月20 直到6月 他大概花了两个礼拜时间 两个礼拜时间盘整好 两个礼拜时间 大佬在市场上吸 或吸量吸完 特别你看这个注意 你们大家注意 我带大家看这个信息 你看这个地方 出量出在什么地方 他出在5月26号 跟5月27号 这里是2000 这边2700 这2100 这两个的量 这两个量已经超过60% 你看他这一共是7700多 这里 2700 这边2200 这加起来将近5000 所以将近5000的量 这等于超过他70% 超过他70% 之后降量说 价格也说 到这个地方 再来你看这里三根 没有量的时候 再来出量的话 2000直接价格往上走 连续两个2000 这边就来到1.5了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后面人家操盘的一个模式 记得大家记得 这个图长的样子 我们看市场上 还有哪一些项目 有机会变成这样 第一个 先大家来看这个TigerBob TigerBob 我觉得在目前为止 市场上是一个 很有机会变成下一个 好的项目 为什么 那本身他项目少 而且owner比例非常高 你看70% 将近75%的owner 他一共是1000个项目 最早TigerBob 在什么地方跟大家讲过 我在五月几样爆发 里面讲 4月23号 这边跟大家讲 我那时候跟他讲 后面其实很多 无聊猴大佬 人们support 你看这hand by by 这无聊猴大佬 其中一个 那他后面本身 是有大的community support 大家知道 现在比较稳当 基本上除了无聊猴 之外 moonbird大佬 对不起讲错 这是moonbird moonbird 那就是moonbird 那moonbird之外 那moonbird support 或者这个community 也不会太差 所以TigerBob 我觉得这个在整个熊市相关 比较熊的状况之下 这边还是有机会可以翻 翻扬 你看这个是1.48 昨天 前点1.48 到 这次6月3号 今天 再来目前为止1.8 你看他地板的部分 再来我觉得这个TigerBob 还是有机会 再大家看是一个 这是Guma Kuma这边1万个 中间他们发行 发行到一半之后 出现了一部分的问题 他们就把他整个就停掉 所以他们中间的价格 基本上原本这边没有发完 那他们除了没有发完之后 他们后来又补发 主要让他们重新又开涂 所以整个价格 在今天从高位 高位大概0.7吧 然后回到现在0.4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Kuma后面的团队 他们虽然是从售过来 但是某一个程度上 他们的艺术风格 跟各方面 还是有一点细 还是有一点细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如果去看他的价格 你看他价格从低位 0.5 上来高位0.7 在这边盘 这Kuma我觉得 Agumu Agumu Dragon 这个大家 还是要把它放在心上 再来大家看这个 叫做Uray The Lost Spirit 那目前为止这个项目 其实发出来是1100 然后是674个owner 我觉得这个项目值得 跟大家提的是什么 他本身现在是Face 1 他其实有三个Face 那他现在是一个比较小的项目 你看这边是0.91 0.199 0.199 他在5月25号出来之后 持续在这个地方盘 这个盘地方价格 其实不贵的 在0.04 在0.04 为什么有机会 一下子跑到0.202涨5倍 他这个地方起量 然后再下来 起量再下来之后 涨到0.5之后再往下盘 你看哦 走走走 起量下来再盘 跟什么东西很像 这个是什么 Bokey Bokey 起量 然后下来再盘 盘了之后 1 2 3 4 5 6 再盘6天 那你看这个 先看这个 这个Uray The Lost Spirit 他是起量之后 下来这样盘 将来我觉得他如果Face2 跟Face3出来的时候 他今晚有机会往上走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 你不管他现在本身的 这个价格是怎么样 你看他艺术风格 跟他后面团队 这个项目其实是还可以 另外大家看一个 就是Japanese Sport at Society 什么概念 发出来0.11 然后起量 有没有 起量 然后在这边走 然后回 起量之后回要干什么 盘 这个项目其实 有人说这个访盘 但我觉得他除了访盘的背后 他还是有点意思 因为他其实 除了是无聊火的访盘 除了他还加入一些 日本本身的元素 跟一些 这种所谓Japanese的概念在里面 不是说这个项目不好 这项目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 因为毕竟我觉得日本 现在是一个NFT 有意思的一个区块 另外这有一个叫做Crypto Ninja Partner 你看22000多个NFT 但他owner只有3800 这非常非常奇葩 一个NFT 你不要看他价格 0.244 他应该最早 命的价格非常便宜吧 你看他说 Bring the authentic Japanese art to the world 他最早其实他只是想说 把日本的一些艺术 带到NT里面 但是你看他这个价格 从5月刚开始 5月16 0.4一直走一走 出来第一次起量是多少 到0.1 其实他记忆起量是起在哪里 其实是时间5月30 5月30找0.2之后 他这个地方从刚开始 是0.04找0.2涨5倍 然后现在在回档的过程当中 你看这两波 这是跟什么一样 不是跟这个一样吗 他可能是还在等这一波回档 如果这个地方有机会回档 稍微再低一点的话 你看他现在是回到0.244 他高点是0.275 0.244 我看这个没办法再低一点 在低一点 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 蛮有趣的 你看他这个其实有蓝星 就是所谓蓝标 他已经收到认证了 那这个Crypto Ninja Partner 是在日本 一个最大的一个DOW 那这是我们的Alpha Group 没有有Alpha Group的朋友 跟我们分享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是在这边跟大家提醒 刚跟大家讲一下市场上的一些 有机会变成下个Pokey的一些项目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 大概加上关注 Discord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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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订阅 订阅订阅